南社书画 继续诵读 周佛海著 我逃出了赤都武汉 第二部分 节选至成功博 周佛海回忆路河边 介绍一下回忆路河边 周佛海曾在1927年先后出版《苦学记》 福桑吉尹说当年和 我逃出了赤都武汉 其中福桑吉尹说当年 就是回忆其以留日学生 参与中共一大的经过 不光提到会议内情 而且也提到了一大期间 上海发生的大东旅社命案 日后成了中共党史 重要参考依据 和考证中共成立准确时间的关键 1965年 春秋杂志社收集到周佛海 所著前述三文 以及1942年写的 《圣衰月静化沧桑》等原文 经金雄白简阅后 春秋杂志社将其和 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 集结成为 陈公博周佛海回忆路河边一书出版 金雄白并以周子佳的笔名作序 这些文章都将陆续送读 包括之前已经把 陈公博 《我与共产党》 以及福桑吉尹 硕当年都已经送读 在本频道内 感谢大家收听 周恩来 撕碎我的退党性 今年 贬泽案 至民国16年 1927年 1月间 我和邓雁达谈及此事 邓雁达说 现在不是国民党的共产党化 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这种见解非常错误 所以当时 曾和他辩论了几句 我说 共产党员能在国民党内操纵一切 而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的党务 不仅不能参与 而且不能预文 我们用什么方法能使之国民党化 邓雁达亦为之欲色 关于农工运动 共产党一意包办 从不许有真正的国民党员拦止 我只举出一件事实便可证明 民国13年 国民党中央党部 还设在广州市惠州会馆时 农民部第一次新办农民运动讲习班 招生考试 记得是谭平山的私宅乐卷 乐卷的方法就和普通不同 不是乐文乃是先看投靠者的名字 凡属于共产党或为共产党做工具的人 不避跃其文 即行录取 真正的国民党员均弃之不露 结果非共产派休想参加农民运动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 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自变 总而言之 我亲见亲闻的 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行动 就是发展共产党的劳力 势力 包括农工运动 吸收有微分子 和破坏国民党的基础 分离国民党的中心 操纵各级党部 和诋毁三民主义 共产党 走后门 由来已久 他们虽然没有明目张胆诋毁 然而在共产党内 以及倾向共产的人 藏指三民主义是不测敌主义 为非驴非马的主义 当时即不赞成共产党的政客 然而还没有脱离共产党的 在广州就只有张松年和我两人 我们两人同在广东大学广大当教授 并且同住在一处常常讨论 然而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矛盾 不赞成共产党 而又没有脱离共产党 这是第一个矛盾 外面的人看我是共产党员 不肯和我接近 共产党内部则又攻击我为知识分子 把我当作不忠实的共产党员 这是第二个矛盾 我既然处在这种矛盾的环境之中 还过这样矛盾的生活 当然有无限的痛苦 要解除我的痛苦 只有打破我的矛盾环境 要打破矛盾环境 只有两条路 一是思维忠实的共产党的 共产主义的信徒 二是成为忠实的三民主义的信徒 这两条路由我自己选择 对于共产主义既然失去信仰 对于共产的行动 又完全反对 当然不能成为忠实的共产主义的信徒 于是决心做了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而要做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 便需脱离共产党 我决心了 我觉悟非脱离共产党 不能解决我的矛盾 不能解除我的痛苦 于是便写了一封信给广州区执行委员会 说我的思想变化要脱离共产党 信刚写完是包惠生来访 我就将我的意见和他说明 他自然劝我不必 那天晚上一点钟 我们都已就请周恩来呼叩门求见 他是广州职委 听见包惠生说及我的事 应来相劝 我当时将这信交予周恩来 周立即失岁 劝我不要再提 但是我已下了决心 只能挽留第二天 再有邮寄去一封信 以后广州职委将信 转记上海中央职委 上海回信说 听任我退出 于是我便退出共产党了 我的矛盾激活解决 我的生涯开了一个新纪元 我的生活得了一个新天地 以后便开始反共 与汪互相对骂不是东西 汪精卫有一次对我一个朋友说 周佛海 广东话也有 他以前是共产党员 现在又攻击起共产党了 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 还要来反污 真不是东西 你们以后 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 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 汪精卫 曾车雷乌 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 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 攻击起国民党来了 他跑到国外就算了 还要来倒戈 真不是东西 我们以后 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相互指骂 一段秘文之后 他们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共同组建了南京的 王政权和平运动 其实我退出共产党后 反来攻击共产党既有正义的理由 又有深切的必要 陈独秀答复我的等等质问 我以为国共两党的纪律或命令 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应该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和纪律 因为我们是封第三国际的命令加入国民党的 所以对我们的最高的指挥权 当然仍在共产党 照他所说的意见 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的行动便可知道 我当时的意见是主张取消共产党 我曾把我的意见写信告诉包卉生等九个人 我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共产党的招牌既然拿不出来 也就证明中国现在不需要共产党 既然是社会所不需要的 党何必一定要勉强维持它 然而这是第三国际的命令 我们人为言轻 有什么用处 最早提出解散共产党的周佛海 暴劳亭受给我们的战术 民国13年4月1924年4月 我应戴季陶先生之命赴月工作 当时我还没有正式脱离共产党 所以还得参与共产党党务 而出入于广州东山暴劳亭的住宅 谭平山每周重要的事情 常约我和张松年同赴豹宅商量 老实说不是商量 时是寝室 实际当时我和张松年 便是最不忠实的共产党员 张松年不久也退出共产党了 我是9月退出的 他大约是4年1月退出的 1924年9月 周佛海退出共产党 鲍罗廷当时告诉我们的策略 最重要的就是把国民党分作左右两派 他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当作左派的机关 把广州市党部当作右派的机关 他这两级党部暗中排挤 使这两级党部暗中互相排挤 他叫我们以国民党员的名义攻击 不接近共产党的 共产派的党员 以捏造所谓左派右派的名义 攻击胡汉民 廖仲凯先生 卖党 必须国民党自己分裂 以便共产派趁机垄断党务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领袖和民众团体 也告诉我们党的策略 对于国民党的领袖 如果要利用 也可受利用的 就极力替他鼓吹 替他捧场 例如 他们那时对于汪精卫 便是采取这种策略 对于不要利用 或欲利用 但不受利用的国民党领袖 便极力污胖 极力肥毁 勿使其信用扫地 在党内及社会上 没有立足的余地 例如 他们那时候 对于蒋先生 以及戴基陶先生 便采取这种手段 在社会上 及党内的地位 即等于零的我 也尝过他们这种滋味 对于民众团体 更必须设法操纵 如果不能操纵 则务必设法破坏 使其不能成立 这便是鲍罗廷 给我们的战术 邀黄继路 谢银舟 半刊物 我退出共产党 是因为共产党图谋 倾覆国民党 我既然认识了 这件事实 如果漠然不言 便是中国的罪人 便是国民党的叛逆 我宁肯 而且应该做共产党的罪人 做共产党的叛逆 不愿意 而且不应该做中国的罪人 和国民党的叛逆 大中华主义者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本性 这是我的责任 也是我的义务 我便开始我的工作了 第一步便是 约同广大几位 广州广东大学的几位教授 如谢银舟 黄继路等 创败社会评论刊物 谢黄二同志 是反对共产党的建将 这是大家知道的 谢银舟 黄继路 黄继路是曾经担任过 民国最高法院院长 以后 谢银舟在月 被共产党当作反动派 压迫的几乎不能活动 黄继路被共产党 只为西三派 竟排除国民党之外 社会评论主要的目的 便在反对共产党 但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完全为共党所拔持 共党在广东 几乎有炙手可热之势 我们在文章里 简直不能明白的攻击共产主义 因为一触他们的怒 他们便可以拿出国民党党部来压迫我们 所以只能在治理行间 以及论文的用意上 暗中对共产党加以攻击 然而还是不能避免他们的遗迹 共产党所主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 竟曾请国民党中央党部 令当时的广大校长刘 周鲁先辞退我们 广大校长周鲁 信德周鲁极力为止 使得无事 但是我们社会评论的人 在广东大学 就是中山大学的全身 差不多不亦立足 我当时在广大教授社会主义 我想以和尚赵博士教授我的方法 严格的阐释 唯物此官 给学生以暗示 并想在讲义最后 设一张社会主义与中国 阐明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的原因 不幸因当时 刘正环、杨西敏之变 而黎月 该讲义没有完成 瞿秋白造出周佛海主义 民国14年6、7月间 我在上海悟见戴季陶先生 时戴季陶先生正在朝拟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小册 将原稿相似 该书揭穿共产党的寄生政策 时是革命史上极有价值的著作 我当时独霸大喜 因为戴季陶真能代表一般忠实而明了的党员 发表其所发而不能发之意 戴季陶先生主我 应多做此类文章 唯因当时贫病交加 因为贫所以忙于 一书卖稿 而且似乎 话都被戴季陶说完了 因此没有做成 只在孤军杂志上发表一篇 国民革命中的阶级问题 反对在中国主张阶级斗争 当时很有反应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 中国青年就曾助论反驳 大开笔战 民国14年秋天 广大开学了 9月过了 10月过了 学校连电催促 而我上卧病上海 直至11月治愈 9月初 我曾有反共产与反革命 一口号之不当 一文在孤军杂志发表 孤军奋斗 孤军杂志 不带说 中国青年又来反击了 我对于他们的反击 也立于回击 就在独立青年上发表一篇 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 并达中国青年 以后因病变高 歌笔 笔战 新闻自由 出版自由 论战 那个时代 11月 反月 10 广州正开查办案 汪精卫听信 报罗亭的指使 想以广东大学 广大为赤化教育机关 我正在此时返校 于是联络教授 30余人 联名辞职 赴户 离开广东 到上海 此次到月 只两周便离开了 抵户后 我亲自起草宣言 并由我领弦发表 痛击汪精卫和鲍罗亭的狼狈为签 这个宣言 上海各报纸都经登载 汪精卫之所以骂我 蔡蕾乌 就是因为这片宣言 宣言发表后 我便在上海 辞职国民大厦 同济各大学演讲 揭穿共产党的阴谋 及共产主义之不当 于是中国青年上 便出现了周佛海死了的妙闻 瞿秋白在《向导》杂志上 竟以列宁主义 来攻击他们所谓的周佛海主义 这是他替我造的名词 我觉得有无限的光荣 因为我当时在某报上说 打倒帝国主义一语 有两种解释 共产党的解释 即是即刻根本打倒帝国主义 即打倒资本主义 我们国民党的解释 应该是首先打倒帝国主义 在华势力 使国民党的一部分同志 在西山开完会议 拟于上海组织执行委员会 而推我为宣传部长 当时因种种关系 没有正式就职 但是我的确常出没于 环龙路44号 国民党党部 稍后我又赴日本了 从此又有人把我当着西山会议派 连去广州的自由都没有了 当时粤中同志 广东的同志 上设法要我赴粤 但是共产党的压迫下 我竟终生不能入粤地了 革命政府不让他去广东 戴基陶介绍我见蒋先生 民国十五年三月 我由日返户 时郭富初同志 为武昌商大校长 殿约我为教务长 于是启程赴俄到了武昌 匿名姓分字 他来约有二十余分 大致都说 武昌首义之躯 绝不能容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存在 如果我不即刻离开武汉 便以铁血相见 秘民性恐吓性 革命党都是 这种滑稽喜剧 自然是共产党员所演的 我不是小孩子 不怕人恐吓 硬干下去便也无事 四年七月暑假期 曾便离开 二 崭新反护 离开武汉到上海 这个时期 共产党把反革命的头衔 夹在我的头上 压迫得我不能参加 国民革命 排斥我出了革命党 然而当时的国民党党部 既为他们所劫持 民众也为他们所操纵 我们一肚子闷气 向何处发泄 九月 国民革命军攻下 汉口和汉阳 革命潮流 日行发展 而共产党的势力 也随着扩大 我遂决心打破共产党的排斥 要重新参加国民革命了 时 戴基陶先生到户 便清寒介绍 我见蒋总司令 我到了汉口 蒋总司令 以副干都市 时 邓演达 判计为路 且为总司令部 武昌行营主任 武汉行营主任 我就将戴先生的信 交他猜阅 他一面拍电报 告蒋总司令 一面 唯我唯 总部行营秘书 到了此时 才得重新加入 国民革命战线 然而此时 左派 西三派 反革命 分子等名词 还不时加在我的头上 美英市到总政治部 或湖北省党部时 应受莫名其妙的 讽刺和排斥 我只有忍耐下去 后来 他们知道 蒋总司令对我甚好 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 攻击我 因为那个时候 共产党想以 拥奖为招牌 而遂其阴谋 因此 不关重要的小事情 他们的确能够 忍耐和坚默 然而 这完全是共产党的策略 并不是他们忠于国民党 这是我们要看清楚的 以下就详述 那次武汉叛党叛国运动中 经我所亲见的事实 邓远达对蒋氏心怀不满 民国16年所演出的 宁汉分裂一幕 是我亲身目击的 那次武汉的叛逆运动 之所以能够发生 是因国民党内部 有着少数叛徒互相勾结 其间 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叛徒 做招牌 国民党叛徒又利用 共产党做背景 于是武汉的赤色傀儡 据忠告正式上演 互相利用的两个要素 如果缺了一个 就不会发生这次运动 即便发生也不会蔓延的 当时自称左派的国民党叛徒 不过是几个人 既无群众 又无组织 他们几个人 绝做不出什么运动 共产党既有兼固的组织 又有一部分受其麻醉的群众 所以国民党的叛徒 就利用他们做实力的背景 同时 共产党虽然有一部分力量 然而绝不能以 共产党的名义来反对国民党 只能以国民党来反对国民党 所以如果没有 国民党的叛徒 共产党就没有招牌可以利用 两者互相狼狈 于是便发生了这次运动 至于他们的动机自然不同 共产党是整个的 国民党叛徒是个人的 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的用心 已非一日 我在本文上节已经说过 所以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忠诚党员 三民主义的真正信徒 总要尽力抨击 使其没有立足的余地 他们知道 蒋先生是三民主义的真正信徒 是国民党的忠实有力的党员 所以他们知道要消灭国民党 非先打倒蒋先生不可 于是发生这次破坏国民革命的运动 事实国民党叛徒的动机 实卑劣以至极 他们因不得自于国民党 于是甘心任贼做妇 做共产党的傀儡 以报私仇 以随私徒 彭泽民因为被免去农民部长 于是倒戈 这是当时许多人所知道的 邓彦达因为不得自才去投降 尤其可笑的 徐谦因为蒋总司令不和他详细谈话 竟引起他的反感 这是他亲自对我说过的 所以他们的动机都是龌龊不堪的 然而共产党就利用他们的这种动机 以他们为眼双黄的小丑 彭泽民 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 帮会分子 蒋先生于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 道厄巡视 抵达武昌的那一晚 就在总部行营 开盛大的欢迎宴会 我因当天奔走疲劳 没有敷宴 次日误瞪眼答 他对我说道 昨晚你怎么不去 报劳亭顾问 有极重要的演讲 这篇演说极有价值 对于革命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我很懊悔 为什么不去听这篇极有价值的演说呢 后来才知道 这一演说完全以教训的口吻 侮辱并且威吓蒋先生 使他对于共产党不敢有何举动 演说大意是说 无佩服压迫农工 他的结果你们已经看到了 以后若有人想以无佩服的手段 对待共产党 那是万万不行的 他的意思 何所指 我们可不言而喻了 为什么邓眼答 以为这篇演说 对于革命前途 很有价值呢 因为这个时候 邓眼答对蒋先生已怀不满 原来总政治部重要位置 都用共产党的党员 其中以朱代杰为最有力 他是秘书处长 同时又兼待宣传科长 总政治部的事 差不多由他一手包办 他们暗中当然为共产党 进行所谓的秘密工作 蒋先生查得真相 遂于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底 撤去其本兼各职 邓眼答对蒋先生不满 既从此死 因朱代杰是邓的灵魂 邓以为免朱各职 就是免他自己的先生 就是对他的示威 于是民国十六年三月 初旬 亲往南昌辞职 并举顾孟瑜为后任 以探蒋先生的意思 当时蒋成家乙未留 以后蒋由干来二 更为他为武昌军校代理校长 可见蒋对他并无成见 而且仍旧信任 谁知邓进听共产党的挑拨 与蒋日行隔离 竟终演出此大不逆 希望蒋先生能尊重党权 蒋先生为邓眼达为代理校长 同时为学兵团长张文白 张志忠兼中央军校教育长 为我为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 为运代英为政治宗教官 运代英亦是邓的灵魂之一 邓眼达的许多主义 都是由运代替他想出来 张文白为国民党员张志忠 所以他们对于他非常怀疑 除军校的事务外 关于政治党务等事 都没有和他商量 我当时也是他们怀疑的一个人 所以当时我和文白的地位 非常难以应付 武汉的国民党黄埔军校 第二军校 16年2月间 戴季桃先生到饿 约邓眼达、李汉俊和我 在黄昌古同志家晚餐谈话 次日戴季桃约邓副干 邓去干一周未回 于是共产党在武汉 自遭谣言 他说邓眼达在南昌被扣留 张伯军对我也这样说 我力争绝无此事 他始终要这样说下去 在邓眼达被扣留的谣言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 邓氏却安然回到武昌了 于是共产党又造谣言 说邓眼达几位蒋先生所枪毙 信德设法逃出 共产党不仅对外造谣 并令其党徒韵戴英对邓说 他们得到确实消息 蒋氏一定要杀他 邓进不起他们一再的挑拨 于是开始叛逆了 邓眼达回到武昌的第一晚 我便到他家中看他 当时老军计划的韵戴英 张伯军以及共产党内的五等走狗 杨树松等 早已在做 我身回不应该来 因为他们正讨论什么秘密问题 却被我这个不速之客打断了 他们停止谈话和我敷衍 邓眼达问我道 个人独裁和党的权威 应该注意哪一方面 邓发问后 他们发自眼睛却盯着我看 听我听后答复 我起初奇怪他为何发出这样幼稚的问题 后来看他的情形 即刻就觉得是探寻我的态度 我便立刻答复一句不着编辑的话来 如果真正发生个人独裁这一类的事 我们自然应该尊重党权 刁装古怪的应断音 即刻敷衍我 说了一大篇话 大意是再三辨明他的意见 意思不是倒讲 只希望讲尊重党权 我当时默而不言 点手而已 不过脑中发生了许多疑问 就是 蒋在何时 何地蹂躏了党权 必须他们来希望尊重 如果拿着3月20日的事件来说 那么他们所谓的党权 就不是国民党的党权 而是共产党的党权 蒋校长是国民党的党员 为什么要尊重共产党的党权 然而 对于他们所说不想倒讲的话 却也相信 因为当时我以为 他们绝不敢行倒 倒行逆施 不顾大局 敢弄到这个程度 在当时国民党的军人中 除却蒋校长外 谁有指挥全军的 滋望和能力 他们如顾及革命的前途 绝不敢行这般暴动 以后才晓得 我的观察错误 共产党只求共产党的成功 不顾国民革命的成败 如果国民革命失败 与共产党有利益 他们是不惜牺牲革命的 我当时未便久坐 进行告辞了 蒋氏拒绝 出席三中全会 第二天晚上 因为武昌军校 开学典礼的事 我和张文白 赴邓眼达处 韵戴英 张伯军 杨树松等 又先在座 谈话之间 互见桌上 自有几张小传单 文白便取来看 张志忠取来看 张伯军 记到 这是秘密东西 现在尚未公开 这是什么呢 原来是所谓 党务宣传大纲 当时他们 有所顾忌 还不敢发表 但是过了几日 便在报上 大灯特灯起来了 我和文白 势必 进行告辞 我们两人 看了所谓 党务宣传大纲后 异常烦恼 相对 唏嘘 有一次 邓眼达来到军校 问起张文白的病 我说 他的确是病了 你应该去看他 邓税约我同去 坐在汽车上 两人所谈的话 非常重要 因为从这个谈话中 可以知道 邓眼达对于共产党 究竟迷信到什么程度 他说的话很多 最重要的就是他说 共产党人说 反共产就是反革命 虽然觉得不好听 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反共产的人 一定反革命 邓这种不合逻辑的话 我只负之一笑 因为当时 共产党图 很排挤我 并且在邓面前说我一些坏话 所以邓在车上又对我说 共产党排斥反共产的人 我们不应埋怨他们 这是他们的基本要求 他们要保证革命的胜利 不得不如此 最后他又说 我们现在所居的地位 乃是革命的掩护者 国民党是共产党革命的掩护者 一语道破 1927年的 我听了许多的话 心里早已不快 只冷冷地答道 你不过说得好听一点 如果不客气的话 什么叫做革命的掩护者 不过是共产党的工具罢了 他微笑不语 车到武昌南湖 我很希望邓氏和张文白 恳切地谈一番 谁知他竟受共产党的挑拨 不肯开成不公地谈 共产党说文白是左派 邓也把国民党的忠实同志 当作外人 谈话 结果 无果而善 武汉反奖的空气 被共产党造得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了 然而 还不敢提出倒奖的口号 文白因奖校长 电招赴南昌 数日后 进行反俄 并云校长决定来俄 出席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 并决定下榻于武昌军校 我们于是忙着筹备住处 然而 以后竟因为 中央执行会议 为共产党所操纵 李协和 即李列军 先生中途退席 蒋先生税 因之不愿出席了 李列军 原来 中央常务委员在南昌决议 3月12日 总理逝世之日 在二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以纪念总理 而共产党徒及徐谦等 坚持10日开会 12日开会是常务委员会的决议 此日又是总理逝世的纪念日 况且 10日和12日中间只隔一日 当时又非万不得已的时候 共产党徒及本党叛徒 如果顾及革命利益 为什么不延期两天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早两天开会 以引起党的分裂 这是鲍罗廷在内主使 共产党在内作祟 便使第三次执行执委会议 完全为共产党所操纵 以通过有利共产党的决议案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1927年3月10日 在武汉 之前此张照片中的人物 已有所介绍 1927年3月10日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的纪念照 从前排所起的是 吴玉章 金亨玉 陈友仁 宋子文 宋庆林 孙科 谭严凯 徐谦 顾梦渝 丁维芬 国民党大佬啊 第二排 左起 右起 朱其青 林博取 毛泽东 彭泽明 于树德 陈其元 邓茂修 邓茂修 丁超武 董碧武 江浩 后排又起 谢静 许书魂 邓眼达 韵戴英 陈公伯 张大飞 夏夕 夏夕要特别提一下中共之后的胡锡素反 包括所谓长征宗 吊河里神奇死亡的这位共产 早期的严厉的这种内讧分子 王法勤 王乐平 周启刚 毛泽东曾经是如此近距离的与陈公伯等人合影 1927年随着武汉封贡 亲贡 李宋出境 即将到来的是所谓的八一南昌起义 正式开启了 国共两党直接厮杀的局面 共产党为了所谓土地革命 带领暴民掀起的运动 在整个中国大陆 徐一徐展开 下一回会有具体的描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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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